今天这个核酸救了我的命了 Hello 我是Max 今天我们出发去做这个核酸了 我不知道在三天加尔做一次核酸多少钱 没办法要离境嘛 先打个车过去 我太难了 然后这司机不知道 最后还是旁边的路人帮忙去说了一下这个医院 开架是四千西法 我砍了一千五 只给一千五 才两公里对吧 到了目的地了 现在我们进去做这个核酸检测 我不知道他这次会不会捅鼻子啊 上次在埃及就是花了钱 然后没有被捅 我这是一个脑残 来做这个核酸护照没有带 再打个车回去吧 真的是气死我了 哎呦 刚才我不是走的时候吗 留了我们酒店门口保安的电话 然后呢 因为这边说英语是不行的 就让保安大哥告诉这个司机 我回哪儿 再回来吧 拿到我的护照了 但是不在我刚才这核大楼啊 就在对面那个地方做核酸的 看着人不多 应该当天能下来吧 一转眼到了晚上我为什么到机场了 天呐 我做好之后再跟你们说一下 今天这个核酸救了我的命了 一下子就到了摩洛哥了 现在我们在等这个行李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个转盘不转了 等了半天都不动 嗯 拿到我的包了 还是老样子 从这边坐这个地铁去市区 所以如果打车的话可能会比较偏贵一些 如果你们来摩洛哥旅游的话 也可以在机场办一个电话卡 我是在机场没有办 我是回到市区办那个无线流量的 不管待几天也好 无线流量对我来说是必须要要的 那这里都是办电话卡的啊 也可以去换钱 哎我是要取个钱 对找一个ATM吧 从这边出来 然后看见了吗 一直下去就是坐地铁的旁边呢 就有一个ATM 先取个钱 这一次来到摩洛哥特别顺利 比上次更顺啊 那个海关就问了一下我来干嘛 然后什么工作 直接就放我了 连回程机票都不看 对了还有核酸的问题 待会跟大家说一下 我看一看 走过去那边就是卖票的了 刚取完钱我 从机场坐这个火车到市区11个多小时 50迪拉姆 终于到了 就原来中餐厅那个姐姐帮我订到他们对面了 比我原来在摩洛哥住的要便宜啊 在卡三布兰卡 350迪拉姆 我先入住 哇太累了 房间订好了 现在我们上去吧 他给了我钥匙 关键还拿了个遥控器 我的房间在六楼 嗯 include breakfast or not ok ok 对 对对对对这个便宜 所以没有早餐 阿门是在六楼啊 这是我的房间 他给我订的房间确实好多了 那这个房间是350迪拉姆 230人民币 大概是30多刀吧 比我上一次住那个墙太多了是吧 空间也大 看你休息一下 床有点小 但是没关系 要那么大床干嘛 我先稍微休息一下 今天这一天发生了很多事情 待会再告诉大家 好吧 刚刚去姐姐这个店里打了个招呼 睡了一觉舒服多了 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啊 首先做核酸在塞内加尔市5200西法 对吧 但是你做完之后啊 他会以短信的形式通知你 就是当地的手机 然后通知你之后 你打开那个链接 把那个打印出来就行了 然后呀 我在晚上等这个的时候呢 因为我要等他出来之后 我让酒店的员工帮我去打印出来 结果十点左右嘛 十点左右出来了 出来之后 我跟那个酒店的哥们聊完天 就是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有一瞬间想看一看自己的机票 结果一看机票 我的天神爷啊 饿得天神爷 我一下直接懵了 因为凌晨两点半的飞机 我给看成是第二天下午两点半的 这个差距你知道吗 就等于说我还有四个多小时就要 就要飞机就要起飞了 我就赶紧着急忙忙去收拾 你知道吗 打车连夜去机场 去机场之后呢 也是蛮顺利的 但是呢 到了海关这边就是特别恶心 那个海关在我出关的时候 他要 就是在纸上写了一个20欧元的一个 一个东西 让我付这个钱 我说我不付 凭什么不付 It's by myself Yeah 他把一个人还以为我在拍他 呃 然后呢我就说我没有钱 我凭什么给这个钱 我不给嘛 反正我就好 结果他就把我的那个直击的机票给弄丢了 那你们在这个截图上面已经看到了 那个机票是不是手写过的 因为正常来说 我的机票呢 上面还有这个行李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小票对吧 都是没有的 我被这海关给当时气的呀 你知道吗 最后我就忍了一下 出关就好了 但是到了摩洛哥就比较顺利了 到摩洛哥你知道吗 海关都没有问我返程机票 都没有问我酒店的预订单 就直接说嗯 过吧孩子 就顺利的就出来了 出在这边之后 基本上是到 出了机场是7点左右吧 然后到卡三布兰卡的话是将近你看 8点半左右 反正这个姐姐酒店把我订好了 我直接把她的那个照片提供一下 我就送离入住了 正常来说我这么早到 天哪 怎么可能会住到酒店呢 好了我呢 这就是我这两天发生的这个事情 跟大家简单去说一说 一波三折 反正是送离到了就行了 还有一个我明天早上吧 去这个 那个城市叫什么呢 拉贝特他的首都 嗯然后去大使馆去 先问一问签证 反正在摩洛哥的话 我要玩十几天左右吧 把我之前没走的城市都要走一走 所以记得关注订阅点赞好不好 谢谢我是麦克斯 忘记跟大家说核酸的事情了啊 我在塞内加尔做的核酸 塞内加尔出机场的时候 人家根本就不查 那看来这个核酸可做可不做 但是我还挺感谢这次核酸的啊 救了我一命 那还有一个摩洛哥他们说 就是不用做核酸了 但是我进来的时候还是被人看了一下 可能是我跟着非洲本地的人 一起出来的吧 因为他们很多人都不打这个疫苗啊 所以很多人就下意识提供一下 然后我也是 另外说一下 你知道这杯咖啡多少钱吗 是迪拉姆 哎呀在这边就是太爽了 今天天气比较阴 但是挺凉爽的 也冷 有仓 得是一切 一切 零 有并心 是俩随的